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初三赤口,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天氣如何呢? 來到2月12日,禮拜一 今天最低氣溫15度,最高21度 天晴一間非常光燥 吹和換至清淨的東風 初時離岸久高地間中吹強風 唉,嘩,現在那個農年 不可以叫做Dragon 那就多話說了 很多話說,今天有什麼新聞聽? 他在中環碼頭發現有個浮屍 嘩,嚇壞了 真是害怕,新年流流 有東西在飄浮 嘩,真是嚇壞 另外,有些博大帽那些叫做兩腳 兩腳獅 獅子就是四隻腳 他竟然跟你玩兩隻腳 那麼便宜的,走去勾勵 被人趕走 另外,嘩,好深舞好報的 五仔待會用佛學來研究一下 為甚麼 五仔叫人做義工 做好人做好心 走去派物資,竟然被人打傷 這些為甚麼會發生呢 待會可以跟你說 這個龍連的龍 龍連的龍不是用Dragon 而是用洞 聽一聽,挺有趣的 我們要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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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龍珠就叫做龍波 真是很過癮 真是 現在很多東西都轉了 如果不是Dragon 會不會是教科書 也會轉一轉呢 龍珠以後 叫做龍珠 龍波 真是很過癮 學新的東西 他們會不斷更新一些新的資訊 給大家聽 詳細新聞內容 今年 龍連熟甲木 立春熟甲木 國際戰時 打仗可能會持續不斷 不過這些 世界哪一天和平過 我們中國人 有些尖算 我昨天聽蕭先生說話 有些就不認同 有些就OK的 譬如 他說 那個 求籤那些 什麼什麼什麼 問鬼神 這些就當作玩笑 那就對了 你看看 昨天香港沒有新聞 每個人拿來當是 求籤 又中下 又等等 那些解籤佬都不知道怎麼搞 又說不敢說這 不敢說那 喂 好意頭說好東西都不會說 你聽我昨天 前天解之下下簽 解得很順滑 都說皮疾太久了 這些簽文不會說死 一定會說你怎麼上去 你形容一下現況轉頭 怎麼咬上去 就行了 怎會容易說錯話 所以你 道行方面 還有不是 其實你說 世界局勢 或者是香港 中港那些 你要很熟 政治 或者很熟 現在的時事才行 如果不是 你新聞也少看 你財經也不太熟 那你怎麼去預算 他未來的動向呢 這樣 這個就真的要 其實做過科 解籤 風水命理 那些都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要看完時局 那些 那我就說說 三萬人大年初一 九點後來港 羅湖出境人數最多 羅湖當然了 正路 正頭正路 也有很多人北上 我想其實內地很多店鋪都關門了 不過可能有人在那邊住 因為好像昨天放煙花一樣 煙花是看完的 但就說 有些內地的就難留在香港那裡住 他說什麼 香港那些住所很貴啊 趕著過關回家 現在很方便啊 24小時通關 深圳的同胞 或者內地 高鐵我不知道有沒有24 總之一過關那邊 可能他開車也還沒頂 有車也還沒頂 那麼現在其實那個秩序 是井井有條的 是的 之前就說 倒灌 即是倒灌 那些人到處坐 現在沒有了 因為他信 他那個通關信 人流又不算是很多的 即是 我們那時候大時大節 過關超誇張 塞爆 他沒有這樣的情況 關口又多 那些人都可以容納到 那些人 那就是說 喂 我在這裡住 酒店太貴了 所以很多都是即日來回 這樣說而已 那你滴滴來的都爆了 那些酒店都九成以上了 那都很生意的 其實 叫封劍遊人 來港旅行 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高消費也可以 你喜歡低消費也沒所謂 那有個高消費 煙花會演 帶往廣東道明店 排長龍 內地旅客用了二十萬來買奢侈品 看到那個LV外面排滿人 Dior Cucci 有個內地客 有六個人 他說用二十萬來買奢侈品 有些人在想二十萬是否很多東西 你猜山姆去 去LV最多買個包包 最多是兩個 三個好吃 分分鐘下訂 如果是特別版二十萬 不是很多東西 二十萬去山姆 吃到吐都可以 買了一間超級市場回來 昨天的煙花會演 好笑 喜喜說 不是這些 是深深笑 他說他小時候已經看這些 我說是這些 新年當然是紅色 當然是恭喜發財 連年都一樣 最重要的是 喜慶喜慶 所有事情都有象徵性 兩岸有三十四萬人 去欣賞五光十色的維港 我曾經看過很多次的煙花 有一次真的獨立觀賞 剛好那時候 人們在維港坐著巴士 在東海走廊 那些煙花好像追著我來爆 剛好那時候 其實我不喜歡逼 我真的不喜歡逼 因為一來氧氣少 二來怕意外 我們小時候經歷的難貴方 人踩人 最重要的是安全 看到那個秩序也很好 也沒有說有些投訴 上次有日本旅客和女朋友 要分開倒數 沒有啊沒有 沒有新聞說這些 新一年 農曆新年 香港好 大家好 好看看 現在香港很猖狂 雖然秩序不錯 但有些人真的敢死 通街玩魚蝦蟹賭檔 通街買 好像合法 通街魚蝦蟹 警察拘捕了九個男人 太張揚 大年初二真的要開他一年 這些都賭到猛了 你們在家裡都說 在街上開檔 就好像 直接在鴨寮街 人家店買東西的 就不開檔 他自己動了幾塊板 在擺魚蝦蟹 來啊買啊買啊 事件引國界關注 當然 不是農曆新年可以非法經營賭檔 警方表示 北河街近鴨寮街 已經獲了700元現金 和一副魚蝦蟹的賭具 晚上 就拘捕了九個男人 是不是那九個男人 因為那裡 由早上玩到晚不通 可能那些警察說 不逮捕我 繼續玩吧 沒有警察來的 大無私養 去到什麼時候 收網 說捉了魚蝦蟹 拘捕了九個男人 不要以身是法 人家賭錢 你也不要走過去 待會說你什麼集結 不是開玩笑 看見你走開 走開 拍照也好 什麼都好 有些人喜歡放上網 有些人會報警 先看看 原來這個賭檔 早上 有個叫做小龍 夜晚有一群越南人運作 街頭賭檔 第一次聽 也不是 廟街那邊也有 有時候玩一下 不知道玩什麼 我真的不會談過去看 有些阿伯 跪過去就知道 不是玩魚蝦蟹 金錢胡佬雞 有些阿伯蟹 不要走過去 不關我的事 那些事 哈哈 你看見那些男人聚過去 唉 不是淺著女人 唉 烏煙漲氣 搞到真是 好 另外 有些兒子 走去 又不是運吉 他不是運吉 做一個單 一隻腳 不是一隻腳 兩隻腳 兩隻腳 金絲 就走去 勾勵 兩腳金絲 驚艷旺角 開年 鬥勵 你也傻 這樣的陣容 兩隻腳 你 還要 不是 真的很流 敲羅 又是 隨便 走在門口 每個人走來 又派給你嗎 你 多些人 兩個 真的很流 一個打羅 後面那個 就 獅子 只有兩隻腳 一隻腳 不行 這樣 看到這樣 麻雀館 叫你走 不要再做生意 哈哈哈 你夠膽死去 麻雀館收利是 你怕不怕 兩腳獅子變一隻腳 是不是 搞笑 拍短片的人 拍攝著兩腳獅子 這樣也行 這樣也行 挺恐怖的 其實如果你開車馬路 看到這隻腳 走過 又不太恐怖 搞笑 勇氣可嘉 有人說他 那倒是 你真是老襯 你怎麼敢走去麻雀館 那裡 拗泥匙 你真是 什麼事 這些大膽 但是別人趕他走 不會跟你公喜法罪走開 過煮 就是這樣 是的 這些真是沒有了道 說一下有了道 有了道 昨天車公廟有了道 雖然說到有一支中籤 很多年都求了中籤 中規中矩好 中中正正好 有時候太好運 以前香港也很厲害 唉 有時候的事情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可以就可以了 又不用這麼 什麼 現在說到五萬多人去車公 那裡入場祈福 剛才說 我一開始說那些妙祝 解籤也很難說 一說到什麼問題 我就不解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幾句話 都有點欲言又止 哈哈 不到你自己說下去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OK 不要緊 那些當犯說生意淡薄 市民希望今年還有錢派 就是他們的心願 昨天 OK仔說了一條 說學者說要派五千元 但是有些人說 OK仔有沒有想多了 阿才爺說今年可能不派 經常做些暗示明示 派或不派 每天都在變成馬會的賠率 哈哈 我真的是這樣形容 不是有得落著 說笑而已 有52,227人 就去了車公廟拜神 這樣 應該的 實在是 走個大運 走個大運 但我認同蕭先生說 其實都是當作玩玩而已 不用這麼認真 不用這麼認真 無論是下下簽也好 上上簽也好 我們保持中庸之道 你做好自己的本份 基本上是有人行的 是人也好 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也好 你做好本份 一定是向好一邊發展 車工五萬多人 不過看到上環海美譜 上環海美譜的初二開牙 開連飯 東煮華生意淡薄 來年望好傳 這個真的沒辦法 他這樣說 我看在地鐵站賣的廣告 出去吃 8至10人吃 2千多元 2千8百多元 不用三千元也算很便宜 最重要 如果你說海美譜的生意差 意思就是 你那些東西要回家住 要蚊要醃 現在的人什麼都要快 其實我告訴你 這些生意會越來越 他不是色微 他要轉型 他可能要做批發 供應給商家 甚至海美變成小食化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跟人口老化有關 你家裡誰煮飯 難道小朋友煮飯 當然是老人家煮 當然是媽媽煮 但是真的人口老化 就是小朋友 人是會 慢慢的時候 你想要回那股氣 可能真的要去酒樓吃 這些東西 那些年輕人 現在什麼都要快 美麗 你只是浸過法菜 浸過什麼 乾饒柱都說浸一天 所以再加上 一些人北上造節 我就說 家裡沒有老人家 那就會北上造節 有老人家 就在香港 留在香港吃 但是有老人家 誰洗碗 煮也不難 洗碗 那天好像打仗 那天跟朋友 他說煮給我們吃 又龍蝦 又鮑魚 很多好東西吃 然後吃完飯 大家開心完 看桌子 真的 不如你做吧 大家都不出聲 他開這頓飯之前 人家已經說 喂 手很冷 洗碗 對不對 為什麼你說海味店生意會差 你明白 另外說 香港接下來會加裝二千多部天眼 還有人面識別系統 哦 這些 其實 如果有人說治安一般 那天眼也是保障市民 拍到那些 那些犯案在哪裡 這個其實 對比起也是不錯 對一個防止罪行 那當然 以前有些人 搞了一些壞事 又說推想 那些燈主 又這樣又那樣 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的 你不是古惑仔 你不是犯法 你怕什麼 是不是 你一個普通的良民 一等良民在街上正正常常 你不會犯法 你不會古惑 你這些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有些人說什麼私隱跟蹤 扯我 我一直都說 你的手機 都涉聽風雲 不是跟你開玩笑 勾你的線 你以為要告訴你 是不是 好像這樣 我現在 人稱大台 我也不敢說 大台 幾十萬人訂閱 一定有人在聽我說什麼 肯定有 你放心 你不會沒有 這些事情 你走得正 你站得正 你就不用怕 這些事情 接下來多二千條 這些叫做 閉路電視 在那些燈署上面 就拍到很多 無論是交通情況 或者撲滅一些罪行 都會用得到 是的 另外 又有人不見利是 昨天就罵鬼了 那個保安員 怎麼搞錯 保護我們財物 你自己的利是也不見了 那又再弄多一宗 紅磡日式料理店 被偷 開工利是 偷了十三封開工利是 可憐 知道損失多少錢嗎 一百三十元 十元封 但是 是軟的 挺有良心 跌了一百三元 報警 是的 不逆而非 真的 有沒有安裝CCTV CCTV就是這個用途 拍到有沒有人穿櫃桶底 是否 就是 阿sir有沒有證據 阿sir問你有沒有人看到 有沒有天眼 那些 原來昨天下午2點36分 就報警了 在紅磡日式料理店 百三元開工利是有十三封 我是不是太闊 我是不是太闊 其實 人家開工利是只有十元 我那天派給OK仔多兩個零 我發覺 我是不是錯了 我可能去日本 覺得那些 一千那些是幾十元 那些概念 是 明年十元 人家這麼大間 日式料理 十三封開工利是 都是一百三十元 是 明年派十元 他們全部 哈哈哈哈 說笑而已 好 接著看看 這個 我們的劍神 香港劍神 張家朗 哇 大獎賽又獲得冠軍 簡直是所向披靡 世界排名第五的張家朗 我也不知道怎麼排名 那時候奧運金牌也獲得了 為什麼不是第一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算 他們總有計法 這次又贏一張 勇奪刀陵花劍大獎賽冠軍 張家朗就染一頭金髮 整個名門 贏吧 名門是誰 火影忍者那個 有些人懂得聽 有些人不懂得聽 不要緊 我的節目告訴很多人 恭喜張家朗 另外說說非禮的事件 馬家裂醫院急症室 護士年初二凌晨被非禮 62歲老淫蟲嗎? 被捕啊 病人來的 死吧 你病在哪裡啊 入院割包皮嗎? 62歲 為什麼搞這種事呢? 他說 在11日凌晨3時 有個護士在急症室 為一個62歲的病人進行分流的時候 懷疑被非禮 接獲護士報警 拘捕了他在病房 院方說 對這些事件令容忍強烈譴責有關行為 嚴肅跟進全力配合執法部門的調查 對呀 對呀 因為有些男人 手多多 亂摸 抓你回去 不是跟你開玩笑 對呀 進來醫院 這麼好神氣 對呀 這麼好神氣 這麼好神氣 進醫院辦事 六十幾歲 周圍摸 真的 回警署再說 唉 簡直離譜 好 接著說說有些男人也是 為什麼做義工做到被人打 有一對母子在葵聰教會拿物資 就說要派給露宿者 義工要確認他們身份之後 噢 裝模作樣的 不讓人確認身份 這傢伙有車的 義工想拍下他們的車牌 誰知道義工被人打 被人打 即是離譜 這件事年初一下午發生 教會女義工被一名道場取物資 拿物資派給露宿者的男人打傷 現場消息指 女義工當時 因未能確認男子和她 說普通話母親的身份 就拍下他們的車牌而已 看看你什麼了解 嘩 又來拿東西 你有沒有什麼身份 不給 走 拍下你的車牌 拍下 那傢伙就出手襲擊她 59歲女義工後腦嘴捕手捕傷失受傷 清醒送到馬嘉莉醫院自離 事件發生在年初一 大概5點左右 現場消息指一對母子 在葵法路2至12號 大德工業大廈 樓上一個教會活動 有人說拿東西派給別人 剛才說得很清楚 看到她拍下車牌 這對母子發現後就阻止 其實有車也不簡單 起碼不是很窮的人 但兒子竟然打傷女義工 然後走 跌倒受傷 追緝年約30多歲的男人歸案 她媽媽接受警員的調查 做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是否騙物資 確認你身份你又不給 但是人家拍你車牌打傷人 這些真是離譜 我們經常說佛禪 為什麼她做好心的 義工幫人 會被人襲擊 是否好心沒有好報呢 我又這樣告訴你 你做了好心 雖然這樣說 因為她是基督教 她可能不信實 我問你兩件事 如果你是基督教 你覺得這件事 做義工被人打了鑊 是上帝的安排 你這樣說的氣 上帝安排 找人做好心 然後襲擊你 你這樣說嗎 我不是牧師 牧師當然有另一種解法 我現在跟你說佛禪 一個人就有他的業力 無論你做好事做壞事 你都會有業力 你之前積落的那件事 可能是前生或者前世 你做好心 本身你的業可能比較嚴重 可能在街上遇劫 被人襲擊 然後不幸再嚴重 這次有這樣的事 你也是做好心 你做派物資的時候 原來這樣被人襲擊 只是輕傷而已 燒了業障 可能更嚴重 如果你不做好心 是更嚴重 有些人說 我做好心 立即現眼報 不好 有些事其實是好事 譬如我做好心 做善事 然後屈掉腳 為何好事 本身不是屈掉腳 這麼簡單 分分鐘是 你前世 車斷了人的腳 今世要還 就這樣屈掉 一會兒會好 他就跟你消減了業力 整件事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做好事一定是好 鋪債就是這樣計算 多多做善事 另外在中環碼頭 發現了一句浮屍 證實是六天前失蹤的男人 這麼恐怖 新年流流 有舊人在飄浮 昨天早上8點3 中環碼頭對開50米 發現人形物在海上浮浮沉沉 原來證實 事主聖陳50歲 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確認 據了解死者是失蹤人士 在上星期1、5日上午西區第三階 最後露面後 就不見了 他家人上星期3 就頂不住 要報警 向執法部門報案 昨天 唉 找回了 阿彌陀佛 好 另外說 海關緝毒犬 又弄多一隻 八隻狗BB和市民拜年 那些很可愛 叫做屎賓格跳犬 很有趣 跳跳跳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 你走得正站得正 又怕什麼緝毒犬 好像狗走過來吸引 不過有時候女生會害怕 那些狗仔的樣子很可愛 但你冷靜一點 否則是開行李來看 他問問煙草 問問有沒有遺禁品 接下來又有多一隻狗仔 在機場上索索一下 好 另外 看看 哇 紅磡有個男人 跳蟹 逃人拋水泡救他命 昨天 下午5點 那25歲男子 紅磡墮海 這麼年輕 真是冷死你 天氣這麼冷 哇 馬上丟水泡給他 抱著抱著 抱著 救回來 救回來 沒事沒事 撿回一條命 沒事 好 再說 交市居到天橋 四車相撞 七人受傷送院 也是昨天晚上 撞車 四車連環相撞 七人送院 一男六女 十八至八十一歲受傷 新年流流 交通意外也有 沒有人命傷亡就可以了 傷也有傷沒有亡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這樣 另外 將軍港屋苑 停車場拍十分鐘 什麼 收十二萬三千 貴過拍飛機 打錯 打多了兩個零 嚇死人 阿拉伯的數字顯示 十二萬三千 拍十分鐘 接著八達通扣不到錢 還沒有足夠金額 當然了 誰有十幾萬多個八達通 如果那些自動過數的 那些就撞了十幾萬 他錯機了 他說 幸好這張八達通不夠錢 幸好你不是信用卡入閘 那一刻 不是卡都撞爆你 那一刻 壞了機 多了兩個零 唉 搞笑了 拍出來嚇死人 好 最近大家都大魚大肉 大魚大肉 有些人會吃極速減肥餐 或者吃其他東西 要瘦 因為現在很多煎堆油角 高卡路里 炸蝦丸 你出去吃東西 吃飯 當然有這些 但是 因為新年很多人 吃到肚子 還有吃製造 或者吃減肥餐單 這樣就不健康 你應該每一餐都計 要記住自己 吃了多少澱粉質 不要多過一個拳頭 是 算一下自己 不要吃這麼多肉 是 那吃什麼 食物的順序 有些人說胃酸倒流 吃到肚子 胃酸倒流很辛苦 我教你 先吃蛋白質 即是肉類 因為胃酸的濃度是最高的 可以消化了那些肉類 然後吃些菜 最後才吃澱粉質 澱粉質是糖分 會令到你的胃酸分泌很多 會令到胃酸性 會胃痛 如果你的澱粉質 放到最初吃 還有升糖指數也會高 如果有胃酸胃病的問題 肉也不要吃這麼難消化的那些 可能吃一些蛋白質是豆腐 吃一些魚 會比較好 這陣子我還不錯 我在泰國那裡有些胃酸倒流 回來後沒事 一來找MISS 替我調理了內臟 調理了肝 肝膽 肥胃 腸 都調理了 另外自己在練翼根經第三式 疏通了腸胃經絡 現在很順暢 很好 吃東西真的要小心一點 在樂富邨有個百多歲的 白噴到喉嚨 昏迷宋院姓楊 樂富那裡 吃東西慢慢吃 我們學佛就慢慢咬 三十至五十口 每一口咬 才知其味 否則你不要咬碎食物 就這樣吞 很容易胃痛 我們今天的新聞說到這裡 祝大家年初三不要吵架 不要說應節赤口 不過你放心 一定有 明天新聞再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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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